大家好,我是清潜 今年夏天特别干旱 很多的花草都已经收空盆了 今天分享一款特别皮实好养的 既耐旱又抗寒的花卉 就是我们见到的这款风雨兰 它的花旗特别长 而且分租能力特别强 风雨兰的养护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它种在苏松肥沃的土壤里 它自己就能繁殖 当然它是比较适合长日绕的光照 每次下雨之前它都会开放 在我们江西这边可以从每年的四五月份 陆续开到十一月份左右 花期还是特别长的 如果像我一样种在绿花袋上面的话 它的生长会更加的迅速 当初这里面只种了两三个球 经过一年的生长就长出了一大丛 目测有二三十个大小的种球在下面 冬天零下七度的气温呢 它的叶片都是保持翠绿的 特别皮实好痒的一款花卉 它开花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光照充足 第二个就是底下零甲元素的有机肥也要充足 这样有利于它的开花 我是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亲切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